西方人的文化 我們看到西方文化比較輕略性比較大 東方人比較弱 這到底是天性還是本來文化 各位還記得我們在上半年的時候在講 西方文化從15、6世紀開始發展了以來 咖啡就跟著它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西方的所謂傳統 早上第一個就喝咖啡 第一個喝咖啡會造成什麼呢 一次要到2003年、2004年西方的生理學校才想到 我們是不是應該來研究這個問題 那麼我可以告訴各位 大概在2011年的時候初步的結論出來 我們回到大陸內容 我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事 咖啡早上你喝下去 它產生了一個非常嚴重的 咖啡喝下去了以後 遺島樹下來的樹就變了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原來幾乎在進一步的研究發現 咖啡喝下去了以後 我們的糖 基本上我們的細胞對胰島樹的作用 敏感度下降 也就是說那個糖呢 它不會往細胞裡面送 因此血液裡面的血糖就會一直維持在高 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細胞被咖啡因刺激了以後 就不斷地動用自己的能量 讓你的細胞興奮起來 但是實際上它卻沒有辦法去應用血液裡面的糖 這就開始使西方的營養學校產生一個懷疑 產生什麼懷疑 因為你這樣子吃 所以呢 吃下去的糖並很少被身體吸收 結果就造成怎麼樣 你到了中午下午就非常的疲憊 更吃更喝 現在已經開始有人在懷疑 這是西方人通常比東方人具有侵略性的可能性 當然現在還在做研究 而且西方的這個政治經濟系統影響非常大 沒有科學家隨便就把這樣的結果說 這就是電路 這就像香菸一樣 香菸在美國搞了三四十年 香菸對人身體有害是一直打不了官司 為什麼 因為各位要知道 在美國香菸營業在過去一百年是獲利非常驚人 一直要到今年來 到這個世紀來才開始近年 對不對 可是煙草業的獲利在過去一百年是用照來算 每年都是幾百億到幾千億的產值 所以它是一個政商關係的原因 所以現在咖啡同樣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現在要跟各位講 現在我們在台北幾乎到處都是咖啡店 現在的年輕一代早上幾乎都是美食吃 就是咖啡加麵包 這是我們要憂慮的事情 實際上現在的科學家已經告訴我們 剛剛講的這個現象 它造成的問題是 喝咖啡在早上吃飯之前喝 其實它影響了一整天 它這一整天呢 就是使我們身體對血糖 對胰島素的敏感度下降是整天的 它一直要到下兩三點 所以就變成怎麼樣 變成你非要到晚上要大吃 所以你大吃的結果是晚上的時候身體要補充 它就偏偏把糖從裡面吸收 當然造成一個人的身體代謝問題 而且咖啡因成癮了以後 它的明顯的症狀就是我們剛講 會焦慮、會頻尿 這些現象是一個長時間的 但是對於非常忙碌工作的年輕人來講 早上不喝咖啡我沒有辦法工作 它就變成一種惡性循環 這種惡性循環其實 很有可能造成一個現場 一個情形 就像最近已經經過二十年以後 西方科學家現在承認已經有事情 當汽車發明出來之後 歐洲因為天氣冷到冬天 以前的汽車效率比較差 所以汽車的汽車裡面要放四乙機籤 叫做抗凍劑 這樣子汽車的引擎才不會亂震 抗凍劑 結果到處汽車因為歐洲工業發達的結果 以前的汽車都是要放四乙機籤 所以呢在城市裡面很明顯 空氣當中的鉛含量就上升了 因為它是跟著汽車一起出來 而且它也有機籤 是有機化合物含鉛 在當時就已經有科學家懷疑 為什麼 因為鉛是一種神經毒 一直要到什麼時候這個事情才被證實呢 在上個世紀的八零年代來 他們開始不在汽車裡面加鉛 結果兩個犯罪率去比 就變成一個世紀 西方的城市犯罪率是在 使用抗凍劑二十年以後 犯罪率就結結上升 然後在上個世紀 開始不用抗凍劑二十年以後 很明顯的犯罪率就下降 所以科學家認為 這就是因為鉛的影響 可是要用一百年的時間去證實 科學家是拿原本去做白老鼠 這就像剛剛我們講的營養問題一樣 一直到1997年98年開始 美國五大醫學會 才開始發一個文 還不敢講得很白 建議大家不要吃紅肉 建議大家盡量吃素 可是如果知道生化學史的人都知道 美國是從1910年到20年代的一批營養學家 認為如果不吃肉人是不夠營養的 從那個時候開始 歐美的序幕就是像飛的一樣的錢 美國人一直要等到一百年以後 才承認那是一個錯誤的問題 我們要相信科學者 但是我們現在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學弟一樣 幾乎我們多數的人都是完全依賴 西方的科學知識系統在運作活生 回頭再來講這一章 那麼現在已經習慣每次食物的人 你沒有咖啡不行 我們說怎麼補救 這個還比較實在 因為咖啡還是得喝啊 我還是得應付工作對不對 咖啡喝下去造成血糖濃度的上升 它的效應其實是跟什麼有關呢 跟焦慮 所以我們身體裡面有另外一個叫做Protosol 是身上腺分泌的 這個是有當人在緊張緊急 然後在焦慮的時候 會產生的一個熱 我們是用來讓我們身體應付緊急狀態 它可以使血糖上升 就非常像咖啡 可是在身體裡面呢 Crotosol什麼時候分泌呢 在自然狀態之下 它是大概是在8點到9點左右 各位看到這個Crotosol 然後大概在12點到1點左右 然後大概在5點到6點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有學家 有學者做 所以咖啡什麼時候 要避開這些食材 這個食材 這是你吃早餐的時候 Crotosol分泌出來以後 使你新聞起來 因為你要硬無一天的工作 但是你不希望你吃下去的食物 糖不能進到細胞裡面 所以你不要在那個時候喝咖啡 你什麼時候 9點到11點到5點 跟1點到5點 這樣你就可以享受咖啡 然後呢 當你的血糖只下來 你的咖啡因 一補充 你的血糖又上來了 你精神來了 可能對你有好處 當然現在 很多咖啡因 對身體的影響 學 學者也越來越多 譬如說他可能 對我們的 心臟血管可能是好的 我講的 絕對不是大量 不是適當量 然後對我們的 腦神經是好的 可以防止一些老人吃在這裡 但是問題是 你什麼時候喝 所以 這兩個時間 這回到剛剛我們在喝茶的時候 各位知道 茶跟咖啡 對於人的刺激性 都是同樣的東西 叫做咖啡因 所以建議各位喝茶的時間 一樣 在這個時間 中國人有喝茶習慣 所以現在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當我們應用了西方的所謂科學 知識性的來處理我們自己的生活 我們是很明顯的把身體當一個工具來處理 它就是一個工具 這種處理方式使我們 對我們的自然環境 建立起非常多的知識系統 使得人能夠應用這個自然物質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現在最明顯的就是手機 每個人都在那邊畫手機 多方便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沒有飛機 我們現在到美國 過去的話要 更早以前不知道怎麼去啊 後來有船 有三個月 才可以到現在一天就到了 不要一天啊 十三個小時就到了 所以人類的科技知識的發展 帶給人類很大的便利 但是這種便利性 也造成更嚴重的誤觀念 對精神的想法是越來越弱的 不管怎麼樣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節目 現在社會運作是精確知識的造型 我可以說在台灣 我在台灣看到 我們的人其實 不太重視的人 但是我到美國的時候 我非常感受到這件事 我們的社會跟人家有差異 我們對知識的 對知識的精確掌控 是不太在乎的我們的人 我們的人 只要對我有利的都OK 可是我到美國去 我剛去美國的時候 我就可以感受到日常生活當中 我就感受到 它那個社會是發達 我們用現在所謂物質使用的標準來看 是有原因的 比如說很簡單 我早上起來在路上走 我就看到每個人走路 你知道怎麼走嗎 他們一大早就起來運動 我這樣做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我第一次到美國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子 我非常好奇 我後來就找一個學生 不過我們高中課的時候就是要講 人是要這樣子 為什麼 全身運動 要兼顧平衡 兼顧 兼顧所有人 所以他們在學校教學生 早上起來運動 如果你不跑 你用走的就是這樣 快走 就是要全身要這樣子的活動 你才可以腳用到手用到 身體用到手 都用到 我從來沒有在台灣做過的東西 也就是說 在美國那個系統之下 他們是把知識 完全運動到生活 從這一點我可以看 我們這個社會不是 我們的社會知識 是用來考試 是用來拿文憑的 用來拿位子的 它是一根調理 所以我們其實 講了非常多年的科學知識 但是對我們來講 它仍然只是一個 一個 跟我們好像不相干的一個工具 這就是我們很大的問題 這個使得我們呢 既失去了傳統 又趕不到現代